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作词 此词 尤其是 道语 字幕 神明 字幕 神明 作词 字幕 神明 三次七 说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拍出 出三次七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七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七 出三次个七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赤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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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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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cariff 字幕被唸国际盛 李宗盛 像已经的盛期的沓场《两鼻孔宫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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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助町》 盛将第一鼻孔 depends 进入增长的完成半年由比较 то远方向交流 concern the structure of客人主义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性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弹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全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乏力的 对于人家的人 就像于人家人 就是我们另一个人 就是在我们上的 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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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睡眠的时候就立即遣除 也就是说单小的一个人如果遇到蛇 或者说是蛇如意他的怀里的话 最快的速度当中把它扔出去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六根内宿出现浑圈的这种状态 或者我们的心在外面散乱 一定要最快的速度当中断除上面说说的这些心态 就是立即恢复精进 那么这种比喻也非常的贴切 其实我们世间人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种精进力 没有精进力 就是世间的事也是翻不成的 何光说是初始的这种修造的 所以华智仁波切也是用这个比喻 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就不能再脱 就是一直再这样脱下去 就像美女的头发造火一样 她最快的时间会扑灭这个火 或者罗夫的怀念如毒蛇一样 就是入毒蛇的话呢 她也是这个因为本来但小 就是再加上呢 就是如果是这种可怕的毒蛇啊 就是入到这个怀里呢 就是以煽发住她的这种毒气呢 就是她就特别害怕 就是所以呢 就是最快的时间当中都是会偷掉的 这是这个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这种教言和比喻 就是这是我们前面呢 就是都已经这个讲过 当我们这个现实当中呢 就是出现上面所讲的对修行有障碍的这个难度 睡眠这些这个烦恼先前的之后呢 就是前往就是不能就是啊 今天好好地休息 就跟着这个烦恼呢 就规规矩矩地就是去 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清净吧 就是不行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时日 随便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呃 就是不一定就是等着你的啊 就是不一定这个随便就是不会扰人的 因此呢我们呃就是应该这个最快的这个速度 尤其是在自相细当中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啊 不静静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就立即以这个政治正念来就是想啊 就想到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们是对这个 对这这些烦恼方面就是如何这个采取的 以想起自相细当中出现一些比较可怕的这种烦恼的时候呢 就是想起了这个以前那个本宫节也是这样吧 他每当生起一种这个烦恼的时候呢 就马上用这个政治正念来这个摄持啊 我吗 我还没想起这个相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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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作为凡夫人可能会经常失去了政治正念 也无始以来的自己的烦恼袭击所导致等等 每一当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犯一些过失 犯一些戒律 或者是跟同行道友发脾气 一直生起贪心诚心等等 就是过失 那么每一次当你生起这种过失的时候 自己应该先认识自己的这种错误 同时深深地应该牵扯自己 厚扯自己 应该心里想 我这样的人已经在上师面前获得了如是的大乘菩萨界的这种传承 而自己也是绿绿的发愿 承诺 就诸佛菩萨面前说 以前所犯过的一切罪业自己紧紧忏悔 从此之后再不患任何诸如此类的这种罪过 可是我这样的业力深重的人 就现在还继续这样犯下去 实在是不合理的 因此也想起了千百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然后同时就认识到 我这样的人真的在这个世间当中是特别的可怕 虽然我们所谓凡夫人相续当中的烦恼 并不是理论上了知 就是马上会立竿见义 就是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有很多的修缩断 这叫做修缩断 什么叫修缩断呢 我们虽然理论上是已经知道的 但是通过修行没有加以断除的话 也不能起作用的 就像是有病的人 虽然他知道这个药对起作用 而且药也是吃了一两颗 但是你长期的没有服用的话 这种慢性病一般来讲并不是很容易消失的 就是他是比较顽古的根深蒂固的 所以有些慢性病的人 他就渴望很快的时间当中为什么耗不了 我今天看了这个病 就是人和医生的药我已经服用了 但是你知道有几种这个病 有些病确实是就像头痛一样的 就是吃一个止痛药的话 那马上好了 就这种情况也是有 有些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呢 通过一个上师的教言呢 或者是看一本书以后呢 马上起作用的 就起成效 这种也有 也有些比较顽古的这种烦恼呢 不一定马上起作用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应该就是 就时时的喝醋自己啊 就偶尔你犯了一些情罪啊 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如法的这个事情呢 就经常就是习惯性的呢 就是自己对自己 就是有一种这个 非常这个延无的这种态度啊 就是一直这个呵斥自己 是财色 就是这个压易做的 我觉得 Goldman 更能是olan的 就是博物持续 检 FDP 并 movie 并ος 这里早开 中国卫分之 Santos 请不 estar 摩大 Mult生 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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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高僧道德们的传记 我想我也看得多 你们也看得多 然后从他们开始到最后 还是面对烦恼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他有勇气 经常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对着的话 逐渐逐渐烦恼的本体自然暴露无异 就像羞愧难当一样 就是慢慢慢慢会消失无际的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次所学掉的这些知识呢 真的是甘露妙药一样的 对着八万四千寒恼的非常好的一种妙药 但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相续太低劣的原因呢 有时候就是接受不了 有时候呢 虽然就是表面上接受 但是全部就成了口头禅 就是文字上的东西 就是智商谈壁 那么我们现在真正实际上运用起来的话呢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此所学的这些教言呢 并不是看别人的这种过失的镜子 应该呢就是反观自己 应该呢就是针对自己 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呢 一定会是这个有这个利益的 尤其是自己啊 就是在新西安学当中 一定要这个平常的这个 发这种誓言啊 我再也不造这样的这种罪业 就是对这个力量呢 就的的确确也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强 就是很强烈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在一切时候 一定要精进地修持这种正念 那么修持正念的主要的来源和 它的依靠处就是要 一直上师求明师 通过这种方式来能圆满成就我们的菩提正道事业 那么在这里也以终结性地阐述了上面所讲的一切道理 我们不管是春夏秋冬 还是白天晚上 一定要有一个精进的这颗心 就是行主作我 什么样的唯一状态下 都要有一种精进的心 现在有些人在自己住在家里 或者是跟我们学佛的道友一起的时候 还算是比较可以的 受别人的影响 但一旦我发现 外面的有些人 一旦你出差 或者是跟其他的不学佛教的人 同流和我的时候 你原来的这种修行 这种删法全部都一白头地 马上就毁坏了 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行监制 今 Things like ты 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五品当中 所讲的这个真面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切时候都想说 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是一个受过大乘戒律的事 就是一定要尽既 不能跟这些人一起玩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这样的心态 永远坚持下去 这是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离上师 就像《叉盖善法》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相当于是孩童一样 孩童一旦离开父母 他自己自立的能力非常欠缺 那么我们很多的修行人 也需要上师的指点 有些大德说 上师如果实在是因缘不具足的话 上师的教言 上师所讲的法本 教言 不能离开 按照《叉盖善定》的要求 我们修行人 更开始入这个门以后 最少也是十年当中 不能离开上师的 但现在有些人 遇到一个上师 上师稍微给你指点一下 然后两三天就觉得 我到别的地方施修去了 我到别的地方去搞我的事业 但你的修行不会成功的 因此你自己真的 像修行的佛法 永远在自相续当中得以增长 希望大家自己不要离开上师 如果这个机会实在是困难 现在也有很多的方便方法 每天都是不要离开上师的 这些殊胜的教言 一定要经常要提醒自己 用正念来约索自己 就像阿底下尊者说 我们修行人 日夜都应该不放逸 而用正知和正念来观察自己的相续 所以尊者时时都有这样的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监控的设施 应该用犀利的这种监控设施 那么我们每次都是自己看看 白天你做的什么样的 晚上做的什么样的善事 然后这些全部终结 这样以后对自己的境界越来越提高 所以为了完成自己的这种导义 利益众生和心相续的这种改变 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尽情的话 有些利根者恐怕非常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有获得解脱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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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也讲了 观想到一些烦恼的 过患方面的不放逸 还有人生难得上面 观想一些人生难得上面的不放逸 这些教言 我们反反复伏地思考 思考完了之后 以欢喜心来去做 做任何一件事情 大家也应该欢喜心 不管是你听课也好 或者是绕佛塔 诵经典 以及放生等 任何一件善事呢 首先你的前提最好是自觉的 有一种欢喜心 在欢喜心的状态下呢 你这样做呢 真的是很好的 我昨天跟那个修经堂的有些道友啊 就个别的道友呢 就说 你不要说 天天我很累啊 我很累啊 其实做这个事情是在有生之年当中 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 虽然身体有点累 但是心里呢 你应该就是高兴 就是应该有欢喜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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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其实真的这个很累 很可怜的呢 就是在沙场上啊 就是那些屠夫的话呢 有累 有痛苦 有可怜 就真的 他每天都是杀多少个众生啊 就是真的非常可怜的 而我们呢 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任何善事的话呢 就是对今生来世的事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话呢 就是应该高高兴兴的 不要这个心犯意乱啊 今天都是跟这个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啊 跟那个心里面不舒服啊 那这样也没有这个必要 就是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其实是就是详细观察的话呢 是有这个佛法性构成的 就这一点呢 不要说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人啊 就是互不相识的两个人之间的合作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对有些家庭的这个观察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大家都了解 就是 有些人呢 也可能经过这样的这种这个实施吧 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想法也不同的 然后他的爱好也不同的 再加上呢 就是有些这个心呢 就是根本这个合不弄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两个人 三个人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呢 就是不会这个相同的 所以说 我想那个 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就是 各种这个矛盾和各种这个冲突呢 就是发生也是这个正常这个显现的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 非常这个奇怪的这个事啊 所以首先呢 你应该这个考虑是很重要的 做不做这件事情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 看你的这个心呢 就是无际的 还是是善的 恶的 如果是无际和恶的话呢 就是干脆不做 如果是善的话呢 就是那一定要这个做下来 要做的话呢 就是这个前前后后的这种事情呢 也要考虑得到 啊就是你这样这个做下来 会不会半途而非啊 会不会就是成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 就是这样这个决定完了以后呢 就是再这个继续做啊 就是继续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种欢喜性 就是上师如意宝呢 也每一次就是要求大家做一些善事的时候呢 就是都要以这个欢喜性来对待 就是 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法华经》当中呢 就是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 为一切众生 欢喜而爱敬就是 意思就是说 就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呢 就是为众生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不管是你那个发什么样的心呢 就是为众生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要有一个欢喜性 有一个爱心 还有那个恭敬心就是 这三样呢 我们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做呢 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但是这就是这个岁 chairs 来自画家呢 打扮了 这个岁门 来自画家 申请那位于是 一些球员 上海词的一句 不知道 今天天津的你们今个人钟会在这之前 我没有从爷爷们 在那边 来自画家 那边上海语的这个配方uc里 要跟那边一阶子的证据 那边 来自画家 我明白的呢 就没看到很大的 看哪 来自画家 等于你在这边 来自画家 我真的吗 我也没放在那边 来自画家 那边 你怎么看是这是 来自古船 小家 来自画家 来自画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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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呢 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了 就是比喻来说明了 如果我们的这个身心 就像那个陆续呢 就是很这个轻易的 就是通过这个微风的这个吹动的话 就是来去都是这个 就是人与这个支撑了 就是很方便的 很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呢 就是如果跳入 就是身心呢 就是有这个欢喜心 那么这样的话 一切这个善事呢 很容易这个吞拔 就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态呢 就很重要的 就禅宗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个离宗也是这样讲的 首先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这个心啊 就尽量呢就是不要被各种的这种烦恼呢 就是束缚着 控制住 这样以后呢就是每天都是就是 就苦不堪言 就这种这个状况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也真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呢 《中观邦乐论识》当中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痛苦呢 就是是我们轮回的这个本性 那么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暂时是为早的 就是假装的 就是讲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就是 《中观四本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 实际上轮回的本性呢 的的确确也是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这个本性 这是诸高僧大德们的教言里面呢 就是一代的这个宣说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这个认识的 但是在这样的这个痛苦当中 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完全就是快乐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但是这种快乐跟我们这个法气充满的快乐呢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这个说法 心里的这种作用 这是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 这是可能每一个人也是真的会了解的 这个心呢就是心呢就是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欢喜心的话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还是很自在的 就是很方便就是很容易 如果这个心呢没有这个欢喜心的话呢 那这个做善事真的有一定的困难 而那个行持佛法的话呢 也不管是哪一个上师就是讲的好也好 讲的不好也好 一定说哦我今天去的是听吧 就是不是什么其他的 然后一这样提起这个心声的时候呢 就是就马上就是有一种这个快乐 有一种这个就是非常这个这种欢喜的这种心 如果这样的这个心态下呢就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否则的话呢有些人呢一直觉得是好像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呢什么时候我释放啊 什么时候就是打开这个监狱的门啊 就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那这种这个心态下呢你这个文字修行呢 那就是不会这个成功的 你这个文字又是在 Dar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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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